ES-N1200W电源转换器安装方式说明 第一步取下连接头处的保护壳以及上面的所有螺母 将产品内附的连接线其中一段锁进连接头中稍微加强固定即可 黑线接黑色副极,红线接红色正极 接上后将保护壳安上并加强固定即可 如此一来可以达到一定的保护效果 第二步取出产品内附的端子保护套 如影片中另一条连接线的端子处 便可以将连接线固定在您准备的电池上面 这边有购买深循环电池时原厂附赠的螺丝固定 我们就用它们来固定就好 安装时请注意不要让电池的正负极导通 尤其您用的是金属工具的话非常危险 锁好后请用保护套将端子包覆起来以达到完全的保护效果 第三步将两边的安德森接头直接接合起来即可 接合后我们开机测试状态 可以看到现在的电池电压与输出 由于我们目前没有连接任何负载 因此输出是零瓦 连接负载使用 今天我们使用的是原厂深循环电池 UXC100S-12IFR12伏特100安培容量 这个电池的容量有多大呢 可以参考这个表格上面的数据 意思是说 一颗充满电的新电池 可以透过1200瓦电源转换器 可以连续给吹风机吹40分钟 吹完后电池就会因为没电而强制关机 今天我们用耗电约1000瓦的电磁炉作为主要负载 透过1200瓦电源转换器 将水煮沸来把电池的电力耗尽 在目前的电池是低电压已经11.5V了 然后这个CSP1200瓦的正弦波inverter会做一个低电压警告 就表示你的电池没有电了 这样的情况下 所以它是一个警告告示一下说 事实上你的电池已经没有电了 你必须要再去重启充电 充你这颗电瓶的动作 有吗 OK 继续 可是我们的微波炉 那个电池炉还是持续 马上瞬间下来 瞬间下来 有没有听到一个嗶嗶嗶嗶这样子 对 充电功能 ES1200瓦电源转换器 内建充电功能只需要将产品内附的电源线 接上ES1200瓦电源转换器就可以在 供电的同时有12伏特20A的速度 同时帮您连接的深循环电池充电 在这样的供电状态下 我们称为Bypass模式 也就是直接从AC电源 透过电源转换器供电给您连接的电器 为什么要做这样 看似多此一举的连接呢 因为除了可以为电池充电之外 这样还可以建构成连续供电系统 连续供电系统 由ES-1200瓦正弦波电源转换器 建构成的连续供电系统 您可以选择自己的电池 除了影片范例中的100R升循环电池 CSP公司另有提供一半容量的50R 两倍以上容量的210R或250R可供选择 ES-1200瓦电源转换器 内建ATS自动切换系统 平常是透过AC电源 直接供电断电时 透过电池继续供电 完全无中断切换 不用担心断电时 电脑资料移失 连续供电系统 适用于公司与工厂等 不想因为断电而中断工作 或是装有重要资料的电脑 您也可以简单自行在家安装 选择喜欢的大容量电池 一起来享受安全不怕断电停电的生活吧 以后我们要不再用卡通过电池 哥哥哥 资料 能使用卡通过电池 以及戴嘉逮换器 如果搭门的电池 能使还有更多的电池 可以赔解订于 正确认为 000号电池 软这些软码